咱们一些费用都是我的 一年给你一万五千 你穿袋 我啥也不管 你还想他 这七万你得给我两万块钱 这七万你得给我两万块钱 湘金现场 大爷直言生活费全貌 另外 每年还给一万块钱的零花 为何大妈太贪心 直接开口要两万 那大爷能否同意呢 师父懂大哥 怎么开个门也没见着人 你好 原来管红娘婉婿大哥 董少文 董大爷七十四岁 丧傲退休金四千元 住房情况租房住 一进屋 红娘就收到了董大爷的热情款待 这七老六圈买过的 你看我吃剩这个 这个要冷的了 这给你们买的 这现在草莓和羊头多贵呀 哎呀把姑娘说这话啊呀 我都不舍得吃 我从来你看看 你看我这个 那啥都要冷的东西了 看来董大爷是个有钱人啊 董大爷说自己在吃穿用上 从来都不心疼钱 出门购物从来都不讲价 只要看上来的就买 从来不讲价 现在这个看啥东西好了 不讲价问多钱了 我要两斤 没有说讲价可 看好就买 不打错 花钱 接下来董大爷的举动 就证明了 他确实是个有钱人 平常都是揣钱 你出点意啊 你还这么多钱 你这里边都 你谁都套去 谁套去 每天都里都揣两三千块钱的现金 董大爷说自己年轻的时候 做生意从来不缺钱花 没想到受自然灾害的影响 董大爷最后把房子都赔了进去 这个是你的房子吗 租的 那你自己房子呢 卖了 给了断档 比加山京都比加山洋海参 我挣钱了 没想到开房子一把给我干掉了 挣的钱都赔了 所以董大爷把洋海参的基地给卖了 拿到一百多万之后 就回长春养老 那咋没买个房子呢 想买了 还不养 儿子有房子 归的有房子 儿子女儿都让董大爷去自己家住 但董大爷觉得 自己一个人生活比较随意 因为他做了大半辈子的生意 已经习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 开一个气队修备厂 看嘛 万元户的这36万 就是当时刚有万元户的时候 你就挣30多万了 36 二种跑得了十七了 包装品最值钱 那加一把 这个交一百多个 然后海参去了 然后11年嘛 受台风干碎了 一场台风卷走了董大爷11年的成就 从锦州回来之后 大爷就没做过生意了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董大爷觉得 现在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他还特意买了一个跑步机 每天都跑吗 天天跑 这个速度的半是 哎呀 对身体老好 董大爷说 在充实的生活 还是填补不了内心的鸡毛 那董大爷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离和死都都无所谓 要好就行 个头的一比六左右 一比六三六五这样 了解了董大爷的择偶要求后 红娘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杨淑华 杨大妈66岁 丧傲 住女儿的房子 是姑娘的 是姑娘的 姑娘的房子 79点多 69点多 你自己有房子吗 我自己没有 我一直跟姑娘在一起 姑娘有两套房子 杨大妈现在住着其中一套 平常她一个人在这空荡荡的房子里 她经常在想 身边要是能有个人陪自己说话该多好呀 那杨大妈 对找另一半有啥要求呢 找一个能相互理解的呗 能够付出的呗 但我物质上的东西我没有 在一个身体好的 必须没有三高的 了解了杨大妈的要求后 红娘觉得她和董大爷挺合适的 于是红娘决定马上能拍两人见面 一见面 董大爷对杨大妈就没太相中 成不了 咋的呢 不行 不大标 哪儿不大标 油宝不行 但菜都已经做好了 总得把人留下来吃饭再走吧 于是二人就坐下来边吃边聊 这不是妥妥的三无人缘吗 光靠姑娘给钱 对找老伴杨大妈也是直截了当 杨大妈想着找个老头养活自己 不但解决空虚寂寞问题 而且还能减轻孩子的负担 真是城墙上的守卫 高手呀 董大爷虽然不学钱 但是他也经不起三灾六难 坏了高坏了高 你觉得难以管 这个有病有咋咋咋 董大爷被将来担忧 而杨大妈被眼前的利益赶紧捞 公司咋咋办的咋话 完了 你吃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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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我不是吃完了 你吃完了我给你回答 咋咋 俗话说 星期吃不了热豆腐 杨大妈更是步步紧逼 只想着捞好处 咱大爷不缺这钱 他注重的是你对生活的态度 打死也干不出来的事 此时杨大妈的心里一定在想 只要打不死 那我就干 表面的功夫还真的做得滴水不漏 董大爷也被杨大妈这精湛的演技所征服 一切负用都我的 我一年给你零花钱一万 不在生活之内的 同意吗 一万块钱买穿袋去 一万块钱买穿袋去 一年 一开始听到大爷生活费全貌 他还挺高兴的 但当他听到董大爷另外还给零花钱时 大妈脑袋飞快地运转 没想到一万块钱来得这么轻松 为啥不趁火打劫多要点 因为零花钱的问题 两人产生了分歧 董大爷立马就结束了这场相亲 干啥给他两万呢 我花钱买人呢 我那是给一万钱给他穿一天 够了 生活费用都是我的 往下落了 本来二人都谈成了 最后又被大妈自己整围了 对于这场相亲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欢迎订阅 Böyle